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我们就很希望 在我们新的日子里面 耶和华使我们越来越丰盛 但是也许我们必须要了解 越来越丰盛的时候 带来的麻烦可真多的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 亚伯拉罕在这段日子里面 跟以撒的故事里面 有多少的重叠 我们来看 今天讲到以撒的日子里面 有发生四件事情 亚伯拉罕当时也发生过 但是我们看 我们要了解 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以前的故事 不要再重蹈覆辙 也就是我们了解 这样的一个准则 那还好当时 亚伯拉罕秉持着 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 所以神一直与亚伯拉罕同在 那今天的麻烦是一样 有四件事情 以撒所经过的 跟亚伯拉罕当时 有四件事情相同 第一个 当时亚伯拉罕医到那一地的饥荒 所以他们就举交迁到埃及 现在这个以撒也是在那地有一只饥荒 还是一样饥荒 但是神这时候跟以撒说 不要像上次一样跑到埃及去 你知道到埃及去又惹了很多的麻烦 那我们来看 这一次就跟以撒说 你住在本地就好了 如果你能够照神所说的 像亚伯拉罕当时所说 听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 我一定祝福在你身上 世下大的恩典在你身上 万国万邦都要因你而得福 谁敢欺负你 神就做主那国 那神要说 在这过渡里面 我要毕竟是伏你 你的出产还有你的后裔 必会越来越丰富 那我们来看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因为 哪一地丰富 我们就搬到哪一地 也不是因为哪一地比较强盛 我们就搬到哪一地 当时亚伯拉罕到埃及去 惹了一大堆麻烦 还是回来 这一次神就跟以撒说 你就留在这地 如果你走对路的话 我一定祝福给你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因为当时 亚伯拉罕的太太太太漂亮了 这时候以撒的太太立百家 也是太漂亮了 所以当时在埃及 惹了那些麻烦 现在以撒又一样 在亚比米勒那个菲利斯的地方 一样的 他不敢说这是我太太 他怕招来杀生之后 说是我妹妹 结果后来神如同当时在埃及地一样 惩罚了法罗那地 一样的神也让这亚比米勒吓到了 所以跟以撒说 你为什么骗我呢 其实在生命里面 我们如果信得过神 神给我们的丰富 我们就相信神一定保守抗顾 为什么会怕 以自己生出的那种自我疗伤 或者自我掩饰的那种罪呢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点又一样的 我们来看 第三个点就是挖井 圣经说 亚伯拉罕那时候手挖的井 这时候他们都把它填平了 他们在跟他闹脾气 你们不用有丰富吗 亚伯拉罕那时候手挖的井 他们就把它填满 填平 不让你用 就没想到 这个当地的菲利斯人 怎么挖井 怎么挖不出来 以撒怎么挖 就挖出来 甚至把亚伯拉罕那时候井 都挖出 重新挖 还是活水井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 他们就跟以撒相争 当地的菲利斯人 然后圣经说 我就挖出一口井来 神就让他丰富 他们就来争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土地的 以撒就让给他们 所以他图那个井叫相争 后来他就挖了另一个 还是丰富 他们就又来炒了 那个以撒就说 好 这个井叫做为敌 就让给他们 但是我们看一件事情 他怎么让 神怎么让以撒 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丰富 所以后来他又挖了一个井 叫宽阔 这时候这些 菲利斯人大概知道 并不是哪一个井比较好 而是神与以撒同在 所以他们就更加害怕了 也因着这样子 神跟他们立约说 如果你是神所喜悦的子民 不管到什么地方 神会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 赐福给你 所以我们来看 当我们走对路 是神所喜悦的 不管是什么环境 神都让我们恩典加大 而且祝福满满 最后一件事情 跟亚伯拉罕那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亚比米勒 那时候亚伯拉罕越来越丰富 亚比米勒也是带着他军长 来找亚伯拉罕立约 说如果我们立约 我们就彼此有一个约定 我不欺负你 你也不要欺负我 那其实亚比米勒是看得出来 神与亚伯拉罕同在 那我们又看到 这个亚比米勒又说了 我明明看得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 所以说真的不敢打你 但是如果你丰富 请你也不要打我们 所以立约四约其实是世界 他们都知道 他们也看得到 他们也很想欺负以撒 但是他们后来发现 以撒那里有神同在 今天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 重点不是我们多强 重点是我们有多少立场是 让神在我们当中 是一个同在的故事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神面前走对路的话 什么都不再害怕 当然这里又提出了 当时那件事情 以撒的事情跟亚伯拉罕 当时到埃及一样 撒拉的太漂亮 立百家太漂亮 都带出一个麻烦 但是我们最主要知道 这些都是神上司的 神会保守抗护我们 我们要信得过神 那当然最后有一个 留一个尾巴 就是以扫 以撒的儿子 到了年长的时候 走自己的路 娶了外班女子 所以无缘战气 临到他们的家 所以一样 到底我们的婚姻 到底我们的出场 到底我们的道路跟征战 都是依靠谁 或者以什么为准则 带出来生活 是完全不一样的 盼望我们2023年的每一天 都知道 环境再怎么险恶 我们信得过神 神就保守抗护到完全 好不好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祢 是给我们生命里面的应许 祢一定与我们同在 祢与我们同在 一定是丰富的 但我们不管遇到有人挑衅 或者是有人攻击 或者是有人觊予我们的好处 我们都知道 只要在神面前做得对 说的话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什么都交托给神了 神必定保守到完全 并且施下极大的恩典和福气 直到永远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